超中我们可以开始上课 有没有同学上网去仔细去再看一看 有没有 有的接手 都没有好奇心 我们上阶课有提到过 登陆火星的 目前还在太空里面 旅行的目标火星 登陆消停里面 有一个实验的装置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里面既然是变分性化学的一些仪器 应该说方法变集在里面 为什么再提一下 因为我认为 这一则报导可能 在我们的课本 School这本 或者是Harris那本 在他们再版的时候 下一版的时候 可能会把收录地区 当做一个例子 来辅助说明 变分性化一个方法 它的一个特别的应用 特别在提到了这一张组 各位还记不记得 在你们二年级的时候 Harris 这本分性化学里面 它有这一则的报导 应该说把这一则的新闻报导 放在我们分性化学课本里面 放在哪一张呢 是讲到单位 所以它在一个标题里面 要写单位 各位同学 你们在写一份预报捷报的时候 我们的塑料都特别强调 那你所有数据应该要有单位 在计算里面 计算室里面 也应该要附上单位 为什么单位很重要 因为来读你 读你报告的人 才知道你这个数值 后面是什么单位 正确不正确 那这个新闻呢 是在1999年 很早了 将近十年前了 那这也是一个火星的 那这是 但它不是登陆小品 它是卫星 应该是看去研究 这个火星的气候的 所以它是把它送到 火星的轨道上面 然后让它轨轨道里面运行 然后呢 持续来监测 这个火星 它的火星表面 星球表面的 这些气象 那但是呢 你知道我们发射之后 要等将近十个月吧 那快到 那一天的时候 新闻就在报道 预期 它要到了火星的 那个附近 然后进到火星的轨道 我们就看新闻了 每天就快到了 明天就要到了 新闻报道 那结果到了那天的时候呢 我们在等等等 那这个美国的NASA里面 他们当然也是在那边等啊 要送到这个轨道 结果呢 不在了 它从这个太空里面 要接定了火星 让它送到它的预定的一个高度 让它运行 那结果送上去之后呢 就连络不到了 失联了 然后第二天报道 找不到 失联了 那当然就预计 可能就坠毁了 那这种事情 当然不应该发生了 你各位看一下 这个一个计划 送一个卫星上去 从地球送到火星那边 就是美金 算一下台币的话 美金是一亿两千五百万 台币我算了一下 将近四十亿 四十亿 我们这五年五百亿 全台湾 一共是一百亿了 那它这个计划要四十亿 然后就没有了 当然就要去讨论了 要检讨在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呢 结果是单位浓稠 我们在想的话 怎么可能 单位浓稠 就是说这个卫星 当初在这个 组装的时候 是在欧洲 欧盟那边 放在组装 然后送到美国那边去 去发生 欧洲的话 现在全世界的单位 只有美国 还是还有一个国家 全世界这两个国家呢 它的单位是用所谓的 英字 英文字呢 英字 就是长度它不是用公尺 不是用米 它是用 FIT 英尺 英尺 我们是公尺公分嘛 重量不是用公斤 它是用磅 几磅几磅 全世界就这两个国家 我记得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美国 是美国做老大哥 全世界 大家都用米字了 那这他还在用英字 那所以欧洲这边 设计好之后 装好之后呢 他的数据给他一个 有些数据 重量等等等等 计算的数据 他帮他想好 就说既然美国 他用英字 所以我的单位 你把它算成是英字 但是他没有把单房 放在数字旁边 所以有个数字在那边 这个数字 那个data呢 到了美国 那美国认为 欧洲人都是用米字嘛 是当然这些单位 都是这些数字呢 单位都是米字的单位 所以他再把整成 他们的英字 再转换一次 结果转换一次就错了 当然就错了 所以呢 输上去之后 比他预期的低了100公里 低了那么多 这最毁掉 那这是单位的问题 那你可以想想 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单位没有标清楚 两边也没有去沟通好 就想当然 他是认为对方是怎样 结果就错了 不该发生错误的地方 发生错误 所以我们等了半天之后 失联 所以毁掉了 最后呢 发现是因为单位 没有标准去 然后双方呢 有误解 那所以 是很好的一个 一则这个例子呢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在交 所以这个新闻一出来 第二年呢 我就把这则报道 就放在 我在教分音化学 第二年 所以我就把它交 交在交这个单位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则报道 就放进来了 结果 Harris这位新版的时候 他也放进来了 所以我想你们 在你们的这个 学的过程里面 应该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 没印象 OK 可能正好是没有特别强调 所以 其实我很高兴 因为这个作者 想法跟我一样 因为我们在教这个东西的时候 同学 这个一脸就觉得 有这么重要吗 这单位从国中国小 我就知道了 还要再讲一遍 特别强调 这个预报 结报 特别再写清楚 这么重要吗 所以我们很难去 去说服你是很重要吗 因为 有时候的话 很严重 这边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说我 这么一个单位的问题呢 造成这么严重的说我 所以我再猜了 这个东西啊 这个报道 可能会在新版里面 有机会收入进去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 我们接下来上个礼拜呢 应该上个节课了 我们介绍的 很多同学呢 不太喜欢的 那我们还是一定要介绍 很重要啊 很重要 就是所谓的线路 那同学记不记得 这是一个sell 所以这个符号呢 是大家共用的 这个符号 sell 一个圆圈 三个电极 参考电极 Counter Voking 那我们 整个完整的线路在这边 当我们 施加一个电位 不管这个电位 是怎么产生的啊 这个我们 内部 这方块里面呢 我们就不介绍了啊 那在这个 研究所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还会去介绍 方块里面 怎么产生啊 对你们 那我们想不要介绍 有知道说啊 这边是一个产生 你要产生的 WaveFone 产生不同的WaveFone 的地方 就是这个方块 这个方块里面 它也可以用线路接出来 也可以用电脑产生 那么重要就是说 产生之后这个电位呢 经过这样一个线路设计 这个电位就等于 施加在Walking Electro 虽然它离它就很远了 经过这个线路 很蛮远的 但是这个效果就等于 我这边产生的这个电位呢 它就等于施加在 我的Walking Electro的表面 所以我的整个的 虽然有三个链级 我在做电话学实验的时候 你在改变电位 你在改变的电位的地方呢 只有在Walking Electro 所以我们要想看的 就是Walking Electro上面 那么在我的施加电位之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样的电话 也反应 那另外两个干嘛呢 就是 有上这一课结束的时候 可以去问 如果没有Rappers 可不可以啊 没有Counter可不可以啊 当然不可以啊 因为这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线路 少了任何一个电机呢 Walking当然运药有 之外呢 另外参考电机跟Counter 都有它自己的角色跟任务 少了一个都不行 少了一个你的时间 就做不出来了 那参考电机呢 它的角色在这边 就担任一个参考点 参考电机在所有的电话区里面 都是一样 我要设定电位 它说我施加电位 这个电位值呢 是相对参考电机 是在参考电机 所以我的施加0.5V 是相对参考电机 我的Walking Electro上面 施加相对参考电机呢 是正的0.5V 所以这个电位呢 在容约里面 总是要有一个参考点 这个参考点 就是参考电机本身 但我们又不希望 这个参考电机 连接的这个线路呢 有电流经过 所以我们施加了一个 Lowly Follow 而且参考电机 是在它的Input正段 这个参考电机 那Counter做什么用 我们施加了这个 你要想加的电位 这些是正的0.5V 之后 在Walking Electro上面 降了之后呢 容约里面 如果说正好有一个 二架铁离子的话 它在Walking Electro的附近 这边的这个容约里面 的二架铁离子呢 它在0.5V之下 它会被氧化 氧化的反应呢 就发生在这个 工作电机的表面 发生在工作电机表面 那么氧化之后 这个电子 就给了工作电机 然后经过 Current Voltage Converted 转变成一个电压信号 记录下来 然后存起来 电脑存起来 那这是Walking Electro上面 你施加电位 就希望在Walking Electro上面 发生你想看的 一个电话来反应 那么Counter做什么用 就配合Walking Electro 那么所以Walking Electro上面 发生的是 氧化反应的话 氧化反应的话呢 就是 二架铁离子给电子 就给了Walking Electro 所以电子流的方向 是这样的方向 那Tonday Electro上面呢 它要配合它 所以电子 这边也会有电子流 但是电子流方向呢 跟Walking Electro上面 一旦发生电话来反应 它的电子流方向 就决定了 它的电子流方向 所以这个电子流方向呢 就会强迫 在Counter Electro上面 发生一个 还原反应 所以电子 从电子给出来 氧化里面呢 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接受电子 发生还原反应 OK 所以我们在讲 Counter Electro上面 它发生的是 跟Walking Electro上面 发生的相反的反应 这边发生演化反应 这边一定要发生 还原反应 这样子的话呢 才会有一个 完整的一个回路 OK 好 我们上次讲到这边嘛 同学都要记得吧 这个非常重要 就看到这个线路呢 你要能够了解这些事情 所以说你在做实验呢 有部分同学 已经做过我们这些 三个实验 变换实验 那有两个实验呢 你会看到 容约里面 放了三个电子之后 你有三个夹子 从这个Potent State 就提供电位 然后呢 去量电流的 这个装置 我们叫做Potential State 定电位 那三个夹子呢 就相当于是 在线路里面 那个方格子 它有三条线给你拉出来 就是一条线呢 接着Counter 是这条线 一条线接着Reference 是这条线 一条线接着Walking 是这条线 所以三条线 三个夹子拉出来 那至于说 第一个实验室 低功面积的话 它就已经坐在里面了 所以不用你去接线了 所以说 我希望 这个我们今天呢 交过了 这样一个线路之后 基本的线路之后 那么以后 你们再做实验的同学 那做实验的时候呢 你可以想到 说我的Sail在这边 三个电影在这边 我三个夹子 里面是接什么地方 就是接着三个Open而已 就这样的而已 基本的线路在这边 不管它是电脑化的仪器 或者是这个比较老的 三十年前的 这个第一代的仪器 它主要的线路都一样 就这样 那你们同学呢 都可以在实验室里面接 因为你们接过这个电子电路 就三个Open而已 OK 同学没问题 那我虽然在研究所的话呢 是叫它整个背起来 你们呢 不需要整个背起来 但是呢 问你说 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 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 做什么用 你要自己会画 所以最好你自己会画一画 OK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你们都学过 就是说 对你们来讲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了 只是放在这边呢 组合起来 让你知道它做什么用 有没有问题 又 不会很残留的电压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加一个电压 在这个这边里面有过 这边就这里面有过 这个线路这样设计 它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OK 所以不会说这边0.4 这边0.1等等 不会的 还有其他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往下面走 所以像这些字 你应该都要知道 Spanish says 定电位移 那这一章 我们上次看过了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三个链级在里面 自己个人的角色 功能 那我也提到 Country Electro 虽然课本上 是这样的叙述 但 你们考试 大家不能这样写而已 这样写的话 是一半 因为它要发生 什么反应 要讲出来 要完成一个线路 那它要配合 Walking Electro 进行相反的反应 这样比较清楚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我们就往下走了 那参考电机 我们不用讲 还是引力化 或者是 Country Electro 通常就是一般的 白金师 最常用的白金师 所以这两个 都没有什么可以讲 那我们这一章里面 会 画比较多 一点一点的篇幅 是介绍Walking Electro 就是Walking Electro 它的变化就很多了 不管它的造型 它的材料 所以我们 接下来 就介绍 几种 这里只有几种而已 不是说 所有都这个样子 几种比较代表性 那么第一种呢 目前大家应用最多的 就是所谓的 This Electro This Electro 那么这个Electro呢 如果说你做过 第二个实验 第六个实验的 那大家都看过了 可能还有部分东西 还没做到 那它的这个 制造呢 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Polymer 那这边是Papron 或是Kel 这两种不同的Polymer 就是了 这个Papron 这个Kel 基本上都是这个 柱状 圆柱状 所以一位同学 可能还没有做到 所以我就带了 两个来 一个很粗 这个是 早期都是那么粗 现在当然还是有 卖那么粗的 那这个白白的 就是Papron 那Papron的话呢 它是材质 它是 这两个都是绝缘体 都是绝缘体 Papron是比较软 所以你拿指甲 是画的话 一画一条杠 所单位传阅的时候呢 你不要好奇地拿指甲 有近利同学 指甲尖的耳朵 扣一扣 一扣就一条杠 OK 就看见好 好不好 那这个 绝缘体 然后就在最底部的地方 最下面的地方呢 就放你的电子材料 比如说金 白金 这都很贵的 就它不可能 整根都是金 如果整根都是金的话 小时候要来的时候 就优先通你的电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 待会想一下 这个是很大一块金 但是它是很薄一片 所以最前端这个地方呢 是放你的电子材料 然后硬塞进去的 硬塞进去的 那后面呢 跟你的这个导体呢 连起来 这边是一个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一个金属 棒 尝一下好了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目前在常用的是比较细 因为那个粗的话 那块金就贵了 这个也是金 但是它就细了很多 上面这个是铜 这个是铜棒 真正的金的话 仍然是只有 最前面这边 一点点而已 它是你的 功德链子 所以怎么做实验的时候呢 这功德链子放到荣业里面 接触到荣业里 只有这个面而已 就这个面而已 好 撇存一下好了 那这是 第四个雷虫 那光是这种 第四个雷虫呢 你的电子本身的材料 就可以换很多 金 白金 红面 那碳电子 你们做实验的 第二个是 第六个实验的 我们用的都是glass carbon 碳电子 用的两个实验 都是用碳电子 那除了碳电子之外呢 还有一个carbon paste 这个carbon paste 这个paste 就是膏 酷 酷 酷的那个骨 红豆膏 那个是膏 因为carbon呢 把它做成膏状 把它塞进去 carbon paste 那么现在有做小电极的 所以用carbon fiber 碳纤维 那它就很小 比现在你的小的还要再小 那diamond 钻石 那么这是新的材料 钻石 那么另外呢 也是新的材料 奈米 所以奈米材料 奈米管 奈米碳管 当作电子材料 那这些各位都要看一下 看一下 所以说你知道一下 有这些材料 目前呢在用 那么另外一个半导底材料 也很重要 就是 氧化锡 氧化鹰 这个我们叫半导底材料 ITO 检测ITO 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ITO 有没有听过 没有反应 有两个同学有反应 谁好 听过没有 ITO 没有 OK ITO的就是 氧化锡 氧化鹰 这样一个 混合的一层薄墨 就通常 在玻璃材料上 你可以 镀一层 ITO 那么这样的话 变成一个表面 原来玻璃表面是 不导电的 镀一层之后 变成导电 然后这上面呢 你再去做一些 其他的摆念 修饰 那对目前 很重要的一个材料 是你去外面看 很多的这个报道 都会提到ITO 这就是这个东西 它也可以当作电极用 另外呢 我们做实验用到的 在这个 比如说 金的表面 或者碳 Clash carbon的表面 镀一层拱膜 变成拱膜电极 好 这些东西呢 你都要去熟悉 因为 目前都在用 而且呢 有的蛮热门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旋拱滴电枝 Hain in Mercury Drop Electro 我们需要用拱滴 然后挂一滴 在里面做实验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用这样一个电枝 这里面呢 是放拱 然后呢 靠这个 往前转 转转转转 把它吹出来 往前转呢 把这里面的口 慢慢地 推出来 这个是毛细管 非常细 所以可以推一滴出来 做完实验呢 就把力敲掉 然后再推一滴 心内一滴出来 这是旋拱滴电枝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 Microelectro 强调这个电枝呢 非常的小 直径小于 20micrometer 那么课文上 它写的不对啊 那么我们一般 现在认定 所谓的Microelectro 小于20micrometer 直径 这么小 这么细啊 它是叫Microelectro 那么常见的 像碳纤 我刚刚讲到 碳纤维啊 还有这个 金的白金的 这个很细的 直径那么小的 这样一个金属丝呢 它封在 这个玻璃前面啊 那么它就是一个 所谓的Microelectro 所以Microelectro 基本上强调它小 那另外呢 这个是一个 在流动系统里面 比如当作 LC的一个Detector的话 就需要用到 像这样的一个 Flowelectro 溶液会在它表面 流过去的 像一个electro 那所谓的Sandwich Type 那待会我们再看 这个这张图好了 那这张图 如果这么多洞在这边 那电极在哪 电极中间蓝的这一块 是你的电极 至于说电极材料呢 跟前面其实都一样 前面所有的电极 都可以放在这边 当作这个电极材料 不同的是它的造型 那么为什么造型要这样子呢 我们在后面会有例子 我们再来看 我也带了一个来 所以带我传阅一下 那这边有一个所谓的Peak 这也是这个polymer的材料 像前面那个 Peflin KF 我刚刚忘了讲 那个粗的 那个白白的那一根 那个 那个 Dish链子 那是Peflin 那比较细的那一根链子呢 那个材质啊 不是白色 对不对 那个材质就是所谓的KF 你想知道什么是KF的话呢 当传阅的 那个小的那根电极 它那个外面的材质就是KF 也是一个polymer 那这个是更新的材料 这个Peak 也是一个这个材质 那你们有机会再做 在做这个一分实验 LC的 我们有两个用的LC 一个是咖啡因设定 一个是这个农药设定 那个管子 除了不锈钢的管子之外 还有一种这个塑胶管 不是那个软软的 透明的 那个土色的 那个就是所谓的Peak 它也是一种polymer 很硬 所以这些呢 各位知道一下 这些都是这个新的材料 在很多地方在用 这是我们课本上列了四种 工作链级 我提到的在造型也好 材料的 材料种类大概就是这些 造型上 就是大概这几种 除了这几种之外 还有别的不同的造型 不过这个是代表性 同学也没问题 这个看一下 看图说故事 那四种介绍完之后 那一些学同学会这个 会再问啊 想要问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 发展这么多不同的 电极的材料 为什么 不是一根 不是一种 像glass carbon 用一种材料就够了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种 金啊 白金啊 钢啊 碳啊 这种不同的电极材料呢 这是有原因的 我们刚刚希望说 有一个万能 所谓的万用的 一个材料 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 那个最好的 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方法 就是分析方法 是万用的 什么情况 反正这个方法拿出来 都可以用 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没有 所以你才需要那么辛苦的 去学所有的方法 因为不同的方法 它有它应用的范围 适用的地方 有限制的地方 而工作电机 这么多不同的材料 为什么 很重要的就是 你的适用的电位范围 所以我们在工作电机上 要施加电位 在这个电位之下呢 要进行电话与反应 那你可以施加的电位 不是无限大 它都有一个范围 就好比 你们在说 学这个光学的 Spectroscopy的时候 你要测UV 你的 放溶液的cell 它的材质 可不可以是玻璃啊 可不可以用的 一般的细玻璃 你要测UV的话 你的那个cell 放溶液的那个cell 它的材质 可不可以用 一般的细玻璃 黄崇尾 知道我在问你什么吗 林嘉丽 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啊 OK iPhone写了 真的这样 可以不可以啊 一般的细玻璃 可不可以用来 放溶液 设UV啊 这个没有教过吗 有教 有教过啊 好吧 有人点头了 有人点头了 我高兴看到有人点头了 我很怕看到 全部问完之后呢 没有反应了 零星会来 试试看 因为是没有 因为是不可以啊 不是没有啊 是没错啊 你说不可以 因为这个UV上面没有细玻璃 为什么不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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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可以是我们测UV的时候 我的那个cell是用一般的玻璃啊 它在卖的时候两种 一种是一般的玻璃 那比较便宜啊 那另外一种是锡 Fu Silica 或是Quartz 十英 那它的范围就比较大 它试用的拖上范围比较大 但它比较贵 它的一个的话呢 一千多到两千 玻璃的话几百块 那但是你要测UV的话呢 不可以用一般的 这个Silica Silicate 一般的玻璃 原因呢 就是 这个玻璃本身 它在转波上的地方 UV这个转波上的范围里面呢 它自己就会吸收 你不要说放一个纯水 纯水应该不会吸收的 UV光那边 转波上那边 三百多 不会吸收的 但这个玻璃本身 它就吸收了 所以 这样的一个材质 你可不可以拿来去测 UV的这个吸收呢 当然不可以 因为它自己本身就吸收了 在这范围里面 这个没有教过吗 有教过嘛 OK 那所以 这个 我们课本里面 这个作者其实很好 它把 各种 不同的材质 跟呢 它适用的 这个波长范围 用在哪一种 这个光谱分析法里面 它都标得很清楚 但初学者可能不了解 但你们现在不是初学了 你们都学完了 说的 UV Visible 哎呀 都学过了 你再回来看这个表 你应该要有一个感觉了 你应该能够知道说 这个表里面是 那讲什么 你不能说 现在学过了 现在看 还是不知道干嘛 这个我就觉得 你对不起 对不起这个作者 也对不起老师 教过你们的老师 那所以像那个NHL 你测IR 为什么一定要NHL 颜片 因为在这个范围里面 IR范围里面 只有它 不会吸收 因为玻璃的话 都会吸收 它本身很大吸收 你在这个范围 这个波范范围里面 你没有办法去测 因为它本身就吸收了 同样的道理 不同的这个电池材料 你像 在同样的溶液 都是一molar的墙栓 三种不同的电池 都是一molar墙栓里面 它适用的电位范围 都不一样 就不一样 所以你 今天想测的一个分析物 它会发生 另外一个反应的电位呢 是在哪一个范围 那你就要选 那个适当的电池材料 就没有一个电池材料 它是 适用范围呢 是很广 从这个正三到负三 如果有的话呢 最好别的材料 就不用 不用考虑了 一个就够了 但是事实上是没有 每一个材料都有它的 适用电位范围 也有它的限制 所以你要设不同的 一个分析物的话 就要是选不同的电池材料 而且呢 同样一个电池材料 在不同的溶液里面 它的适用范围 也不一样 这个我们叫potential range 就是适用的电位范围 potential range 那有没有 同学有没有问题啊 都没有问题啊 好 没有人想到的问题 有没有人想到 为什么它有一个范围 它在这个 不适用的范围里面 为什么不可以用 就像刚才 那个 说不可以 应该是有灵性会 说不可以 因为 因为它可以用 放在这边 没错啊 但是为什么不可以 接下来的问题啊 好 我们下面就要看 为什么不可以 好 我们再看 为什么不可以之前啊 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不可以好了 它会有一个电汇范围 那为什么会 在这个电汇范围之外呢 不可以 因为呢 会有 电汇范围反应发生了 在它适用范围里面 这个背景变得很小 所以你可以看 你要想看个分析物 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呢 它就发生很大的一个 本身 它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电流 所以你想看的反应呢 是看不到了 因为它本身 这个背景电流很大了 那这一章是什么 我们待会儿再看 好不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先看回前面这一章 那这一章也很重要 这个 就是说有些东西 你在学的时候 基本的概念 你必须要建立出来 那这章组呢 希望同学都能够了解 这事情是很简单 但我希望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呢 能建立在你的脑子里面 所谓的电话学是发生什么事情 好不好 好 我们说在私家电位 各位都知道了 我看他们学私家电位 那这个电位是私家在Walking Electoral 各位也知道 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意义相当于就是说 我私家电位在Walking Electoral 这边是Walking Electoral 那我摆的方向 当然我们的电枝是垂直的嘛 荣越放在下面 但是我们从 这个这张图之后 你看 作者呢 他在做这个介绍的时候 这个电枝就这样摆 横的摆 荣越呢 是在这边 电枝在这边 接触荣越的面呢 是这个面 是这个面 好 所以我们私家在Walking Electoral 私家电位的意思就是 相当于在这个Walking Electoral 跟荣越的界面这个地方呢 给了一个Driving Force 有一个激发在那边 那我们私家的是 副电位的话 越来越副 什么意思呢 是左边这个例子 私家一个副电位 副电位的意思 就是相当于在 我的电枝的表面呢 还是累积 副电荷 就是电子 是越来越副 在这个电枝表面呢 越来越多的这个副电荷 越来越电子在这边 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个电子在那边 干嘛 准备要送人 就是要送给别人 要送给分析物 送给反应物 所以我们私家一副电位呢 相当于在工作电枝表面呢 给了一个 越来越多的副电荷电子准备给出去 所以什么时候会发生电坏反应 就看你的分析物 在这边荣业里面有欧的话 看这个欧呢 它需要多付 它才开始肯接受你的电子 你还不够付 还不够有钱 我不嫁给你 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还不够付 还不到我的电位呢 我不会发生反应 到了它的电位的话呢 它就接受这个电子 发生这个还原反应 发生还原反应 差不多这样的意思 相反的 你如果在这个工作电枝上面 施加正电位的 它的意思就是 你开始累积正电荷 就是缺电子 缺电子的话呢 它就希望 从你的分析物那边抓电子 给我电子 划过来 所以电子呢 它从分析物那边 划过来 那什么时候分析物它才会 给电子数据呢 也是一样 到了这个电枝上呢 给的这个正电位 施加的正电位呢 够正 能够让它能够氧化 到了那个电位呢 那这个分析物它才会发生氧化反应 所以我施加正电位 越来越正的话 就越来越正电荷 在这边 这个缺电子越来越严重 到了某一个电位呢 反应物可以被氧化 它就发生氧化反应 所以这个观念 我希望你能够建立起来 是很简单 但是要有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看图的时候 就说 施加电位 或者电位在做scan 改变 它的意义是什么 在电力表面 随着你的电位约而负 是这个状况 约而正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可以了解了 今天讲的说 我们先认识一下 这个坐标者 每一个方法 像考试 这个OJ 或者是这个S 可能坐标是什么 恒坐标从左边到右边 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少 这些都是应该要知道的 那在Votometer里面 也有个坐标 恒坐标是电位 左边正 右边负 越来越负 左边越来越正 还原反应在上面 Casovic Current 还原电流 Anonic Current 氧化电流 这是一个 在全世界在用的一个 一个坐标走 是这样一个系统 当然也有人相反 不过就是说 一般大家都只这样表示 今天如果说 我今天有一个工作电子 放在 只有ElectroLine 没有电话学活性的 就是没有东西 可以放电话I-Fi 只有ElectroLine 电解是容易的 那我当代我在这个 把工作电子放在这个系统里面 开始做电位改变 因为我们叫电位改变 我们叫Scan 扫描 那你会发现 在它可以用的电位范围里面 几乎没有电流 因为没有那个反应 所以它不会有电流 但是它会不会是无限大的电路范围 让你去用 没有 它有限制 这个限制是被什么限制呢 你是水溶液的话 水本身 各位学过 水本身会电解 所以当你的电位 附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水会水减 然后产生氢气 所以电位这个 副电位的Limit 就是它的极限 那就是决定于说 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水减 水呢 水减变成氢气 同样的 这个正电位的Limit 电位的这个极限 就是什么时候 震到什么样一个电位值呢 开始发生 也是水减 只是水呢 可以氧化 才能氧气 这是它的两个极限 那水减的反应 那各位以前都学过才对 这两个反应一定要会 所以我们学化学的人 问你水减反应是什么 你说不会 这是很丢人的事 学化学的人说 我的水 在这个复极的时候 水减成氢气 正极的这个氧化反应 才能氧气 你的这个反应不会写 这很丢人 化学系不会写 所以很多东西是 同学应该知道的 因为你是化学系 你的主修呢 是化学 所以你应该要知道的 OK 所以你要 这个 不是说 要考试 所以你要废起来 所以你是化学的人 所以你要废起来 你应该要知道 任何时候不能忘掉 有这个反应在里面 那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是熔岩里面 如果没有 没有这个 可以反应的东西 当然它在整个半位里面 它受限于水减反应 这两个极限 那今天熔岩里面 有东西 像有二甲铁离子 存在的话 你还看 就是它 会不会要 这个 看到这个 氧的生成反应呢 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就你的电位呢 还不到这么正 就会发生 这个牙铁离子 它不需要那么正 它就氧化了 它就氧化了 所以你在做 这个扫描的时候 你到了雅铁离子 氧化电位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氧化电流 这个电流 雅铁离子 氧化成生雅铁离子的 一个电流 OK 那所以 这个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在做电位扫描的时候 如果你有两个东西 都可以反应的话 那你这两个都会看到 但是会有先后 容易发生反应的 会先反应 然后反应完之后 你电位如果再继续更正的话 那当然最后呢 会看到水解反应 氧气生成 但是会 先容易反应的地方呢 你会先反应 你会先看到 容易反应的 这个电流信号 如果还有第二个 你会看到第二个 最后呢 更正的话呢 最后总是会看到 一个这个 水解的氧化反应 这样一个原则 OK 所以这边讲的东西啊 都是很基本的 也是很容易了解的 历史当然的 那最后 有关工作电机地方呢 作者总是会提一下 低管电机 那么这张图呢 新版没有了 因为现在很少有实验室里面 还有这样一个装置 一般大家也不会用了 那我们一般实验 在那个抽气柜里面呢 还有这样一个装置 表示我们早期的 第一个实验 低管电机的 我们自己就这样装起来了 那现在就不用了 但是这张图呢 很好的 那你知道一下 这个简单的装置 就可以做实验了 水一包在这边 然后一个橡皮管连过来 这个一般就用这个 低定管 连过来 然后这装的下面 放一个毛细管 所以这个水银呢 不会 很快就滴光了 它要进入毛细管 会滴得很慢 变成一滴一滴这样滴下来 所以叫做 Dropping Mercury Electro 低管电机 那为什么我们还讲一下呢 因为有的考研究所 会考这一题 因为现在用的人不多 我觉得不应该 很多人会考 偶尔不会看 会考到这样一个题目 所以我想还是提一下 好了 这个拱电机 一般人不太喜欢用 因为拱会有毒 第二个朋友问 我买得到吗 你去买买不到的 因为这个拱线 是一个管制的东西 因为你知道电影上 常常有大弹 它的开关是用拱在里面 接触 当做一个接触态管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管制 管制的一个药品 所以一般人买不到 那我们系上还有一些 好在还有一些 早期的时候没有管制 因为它贵 又有毒 因为有管制 所以一般人现在不喜欢用 但它事实上有一些好处 两大好处 第一个呢 它的负电位范围最大 就是说 你希望用到一个负电位范围 进行电话语反应的话 你可能会优先考虑它 你比较这个白金跟碳 拱电在这边 那它的这个负电位范围 是最负 所以你要用到这个负电位范围的话 通常会考虑拱 那如果说用正电位的 进行氧化反应的话呢 通常不会用拱 就用碳 白金 所以它那个特别的一个个性 那为什么它有一个负的电位范围比较大呢 因为它是拱 是唯一的一个液态的 液态金属 所以氢气要在一个液态金属表面生成的 比较不容易 所以它要很负 强迫它的生成 所以它有这样一个特性 所以它有比较负的一个电位范围 原因就是氢气要生成 不容易 在它的液态的表面 很光亮 各位都做过实验的话 很亮很漂亮的 但是氢气要生成不容易 所以它有负的电位范围可以用 第二个特性就是它一直掉 所以每一滴都是新的 这个是所有的电极做不到的 其他电极呢 做过第六个实验的 磨电极磨完还要活化 拱电极不需要 因为它不会有用完才挂在那边 一直掉一直掉 永远是新的电极 不会有污染的问题 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就是毒啊 贵啊 这是它的缺点 好不好 各位知道一下 这样一个电极 那我们在讲到下一节之前 我们下课吧 看时间到了 我们下课CAR